我们首先是做这样的对折 我们先对好这个角 角对好以后 然后按照它边的侧线 对去以后 我们来折叠 折叠完以后 我们再折另一面 方法还是一样 我们先对好这个角 角对好以后 按照这个平线 我们来对折 对折好以后 我们再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需要沿着这个线 就是说这个边 要沿着这个斜线 跟它平行来对折 准备好以后 我们打开 这一边同样是一个道理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斜线 来对折 这个时候 我们打开 把它握在一块 重担在一块 以后 我们需要 这是一个点 那么我们需要 在这个点上折叠过去 那么怎么找这个点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在折叠过来的时候 尽量让这个斜线 这个反折的这个斜线 跟这个两边 都是平行的 然后都是在一个线上 然后我们再 折叠 这时候正好看到这个线 在这个点上 我们折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 按照它这个线 按照它这个斜线 不要来着这个斜线 折叠过来 这一边同样是一个道理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斜线 把它折过来 折过来以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要把这 这一个梯形 给它反折过来 反折的时候 不要使劲 使劲的 就是说 太用力 要沿着这两个 它们接着的点 然后折过来 折过来以后 我们需要沿着这个中线 把飞机 反折过来 这个时候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变成这样 我们这个时候 需要把这个翅膀 把这个飞机的翅膀折出来 那么折叠这个飞机翅膀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折叠的时候 这个尖不用是很 很 直接从这个尖 这边折过来 可以留一部分空隙出来 然后在折叠的时候 这边 以这个点为对齐 对齐点 就是说这个平线 正好跟飞机的这个尾部 这个点来对好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折叠 那么折过来 这边是有一个 不是完全的 在这个尖上折叠过来 可以留出一个 一部分头 然后压下去 我们再翻过来 这边同样是一个道理 我们还是要把它折叠过来 也是在这个点上 交互点 跌到这里以后 我们可以把飞机翅膀展开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飞机 就已经折叠好了 而且这种飞机的折法 飞起来相对来说 会有比我们的第一种折法 飞得要更远一些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第一节课